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现在在北京代表驻地 现在我要准备去人民大法党参加人大第一次全体会议 戴上笔 戴上资料 戴上我的证件 戴上口罩 吃饭 今天北京的天气非常的好 有太阳了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人民大法党门口 今天上午我们参加人大第一次全体会议 听取政府工作报告 好期待哦 政府工作报告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终点支持制造业 全面解决制造业 科研和科技服务 继续支持新的元气者的消费 今年是这一届人大代表履职的最后一年 我希望我今年能够继续推动 民生和乡村振兴 城市建设等问题 给这五年画上圆满的句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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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